如果你看到了这个东西啊 千万不要忽略 这个呢就是成功提取了青蒿树的黄花蒿 那我一直就纳闷为什么叫它黄花蒿呢 直到看到它这个头状花絮果然全部是黄颜色 那它这个叶子呢也是这种羽状分裂 全租着有龙香味 所以它也叫香蒿 那么除了这个黄花蒿之外呢 还有跟它同科属的另一种植物青蒿 它们同属于青蒿的两大机缘 那么在这之前呢国际上制略的通行做法 就是从经济那里面提取的奎林 但是呢用久了之后它产生的耐用性不管用了 那么中国的科学家图悠悠呢 就从走后方里面呢看到了青蒿制略角枝符的记载 那么它就没有经过高温间组 直接搅出枝野来 它收到了启发之后呢 然后采用低温萃取的方式就成功提取了青蒿树 如果你采一点它这个全草的话呢 用处就非常的多 青蒿加鳖甲大枣山药冰糖 倒出来肺牢虚热倒汗 品尝一下 这个确实还是有点苦的啊 不过在我的成熟范围之内啊 那这个青蒿的价值呢是非常的大 在这个神龙本草经走后背集方里面都记载了它非常多的价值 来尝一下 嗯鲜香 然后到后面就开始有点苦了 那这个青蒿呢它是以全草入药 是一个苦心寒的特性 那它主要就是有一个清虚热 结束还有结略的一个作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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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